会当初不该鼓励丈夫从军远征,立功封侯 诗中生动地描绘出傅家少妇的情态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 归怨王昌龄 归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墨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绿丰侯 观仓鼠 曹夜 观仓老鼠大如斗 见人开仓亦不走 见儿无良百姓姬 水浅昭昭入军口 这是一首把贪官污吏 比作观仓老鼠的讽刺师 观仓里的老鼠吃得饱饱的 像斗一样肥大 这些胆大妄为的老鼠竟然到了见人开仓 也不躲不逃的地步 观仓里的粮食被你们糟蹋的 使手边的将士们没饭吃 老百姓忍饥饿 到底是谁天天把粮食送进你们口里呢 这最后的发问令人深思 好了 我们再学一遍 观仓老鼠大如斗 见人开仓亦不走 见儿无良百姓姬 水浅昭昭入军口 观列 王为 风静较功名 将军列位成 草扑鹰眼疾 雪尽马蹄青 呼过新风市 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 千里木云平 疾风伴着剿功名声 将军狩猎在魏城郊外 野草枯黄 猎鹰的目光更加锐利 大雪融化后 马蹄格外轻快 转眼过了新风市 又快速地回到了西柳营 勒马回头 跳往射猎大雕的地方 傍晚千里层云 与大地连成一片 开阔无垠 全时表现了将军 射猎时的豪迈气概 小朋友 小朋友 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听一遍 官列王伟 封敬脚功名 将军列魏城 小军列魏城 草扬鹰眼疾 雪尽马蹄青 呼过新风市 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 千里木云平 风 李乔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血 这是一首构思巧妙的永风石 风能吹落秋天的树叶 能吹开春天的花 吹过江河时 能掀起滚滚浪涛 吹进竹林时 能把万干翠竹吹得歪歪斜斜 诗人通过三 二 千 万 这几个数字巧妙的组合 使人形象地感受到 风在自然界的作用 让我们 再来读一遍 风 李乔 解落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血 额眉山月歌 李白 额眉山月半轮秋 引入平枪 引入平枪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 思君不见下渔舟 这是诗人二十六岁离开故乡时写的一首抒情诗 额眉山上的上空 峨眉山上的上空只看到半轮秋月 月影倒映在流动不停的平枪江上 夜晚 我乘坐小船从清溪出发 向三峡驶去 心里想你 但被两山遮住了 又见不到你 怀着这样依恋的心情 去了渔舟 全诗优美流畅 意境优雅宁静 在流动的节奏中 写出了诗人远离故乡时 对故乡恋恋不舍的真挚感情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 峨眉山岳歌 李白 峨眉山岳半轮秋 引入平枪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此君不见下渔舟 这首诗把诗人被流放归乡时 那种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真切 长期客居异地 与亲人断绝了音讯 现在离家欲尽 心里反而害怕起来 甚至不敢向家乡人打听消息 透过情更切和不敢问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诗人因久离故乡 而造成的精神痛苦 好了 我们再学一遍 杜汉江 宋之问 岭外音书段 京东富丽春 近乡情更切 不敢问来人 宋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此地亦为别 乌朋万里争 福云游子异 浮云游子异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姿去 萧萧斑马鸣 清脆的山栏 横在外城的北面 静静的白水绕城东 潺潺而过 在此地一分别 就像棚草随风飞转 万里远行 你向天上的浮云飘忽不定 我就如落日衣衫那样 对你依依不舍 我们在马上相互挥手告别 那马儿也不愿分离 而经不住潇潇长鸣 这首诗像一幅油画 人情美与自然美交织在一起 有声有色 全诗获达乐观 情意深切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 宋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此地亦为别 孤朋万里争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姿去 萧萧斑马鸣 福荣楼宋新剑 王昌龙 寒雨连江夜入午 平民送客 楚山公 洛阳亲友如香问 一片冰心 在御湖 梅漫着寒意的蒙蒙烟雨夜 笼罩着无地疆天 清晨 宋友人北归时 心中感到像楚山一样孤独 洛阳的亲友如果问到我的情况 就说我的心 像洁白无瑕的玉壶中 藏着的一颗金银透亮的冰心 最后一句 以精荡的比喻 表明诗人永保高洁品质 成为历代传颂的名句 好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向远处飘去 只有我看着高高的静庭山 静庭山也默默无语地注视着我 我们俩谁也不会觉得厌烦 谁能理解我此时寂寞的心情 只有这高高的静庭山了 诗人将思想感情 与自然景物高度融合 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处境寂寞的心境 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好了 我们再学一遍 独座静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渡浙江问州中人 孟浩然 潮落江平未有风 偏州共济与军同 时时引领望天末 何处青山是月中 潮水退去 江面平稳 没有一丝风 我和你乘着这只小船 在江中行驶 不时地伸长脖子望着天边 哪处青山 才是我要去的月中 诗人用时时引领望天末 来表达尽快到达月中的急迫心情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 渡浙江问州中人 孟浩然 潮落江平未有风